吴康仁表态不到位 因为他虽然转发了 人民日报的中共国庆宣言 但是他附上的文案是什么呢 锦绣中华 锦词 但我必须说啊 锦绣中华这个词啊 从去年前年本来就不少 台湾的艺人 就连部分的中国艺人也会转发 明显是个模板 复制贴上 所以你看到啦 小粉红的这个底线 也是一进再进 以前可以锦绣中华 不好意思 现在连锦绣中华都不行 必须写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字尊严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我用的手机是华为 看的车是比亚迪 我用的服装是汉 我们是中国的华人 美国迟早会成为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天凌晨啊 台湾艺人包括 吴康仁 王立宏 伊能静 王心凌 汪东城 张绍涵 杨忠伟 等一帮人啊 还有很多啦 在微博上表态了 庆祝中共 十一国庆 祖国母亲 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快乐 诸如此类的文章 那其实啊 吴康仁在前几个礼拜 宣布要去中国 拍片进军的时候呢 就已经惹出不少争议了 而很多网友也翻出来 你为什么不去中国发展 因为当时 吴康仁说 在台湾发展挺好的 钱够用即可 包括有些网友翻出了 他十几年前的这个反服貌 而且反服貌 那个时候最大的争议 就是跟 中共国有关 前几个礼拜啊 很多台派 指出这样的行为 吴康仁舔共安 就算没舔 迟早会舔的 当时这样的 这个举动 被很多这个草民们 说是在猎屋 那今天可算是还台派们啊 或是所谓的 其实鸟们清白了 当然啦 一堆的灵芝草 还是有办法去洗地的 说什么呢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谁叫台湾没有这个 人口市场的红利 不要怪别人去舔共 是啊 相信这个 我们台湾的领土面积 可以生出个三亿 五亿人 这个时候肯定就够了 到时候 看这个台湾人 是要住跑房 还是住怎么样 这个生活空间越来越小 这或许是 你们想要的 所谓的人口红利 或者是说 我们要去进攻菲律宾啊 把日本拿下 把韩国也打下 增加我们的国土面积 增加我们的人口 我也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总之啊 他们就说 你自己台湾没有人口市场 就不要怪别人去舔共 当初说好的 政治归政治 娱乐归娱乐 音乐归音乐 体育归体育 说这句话的 也是你们 现在又变成 不要怪别人舔共的 又是你们 你看啊 这个时候啊 政治又可以跟娱乐 混在一起谈了 包牌你们最会啦 你看啊 荷兰啊 或是北欧的一些国家 丹麦也好 芬兰也罢 人家北欧之类的 小国家明星 到欧美影视圈 或者是这个 好莱坞去发展 人家有说美国是他祖国吗 人家会说 美国国庆快乐 然后转发这个美国 要大一统 自己的北欧的国家 都是什么日耳曼人 或是什么 奥地利人跑到德国发展 说什么呢 锦绣德意志 日耳曼一家亲 奥地利迟早要回归的 你有看过吗 我随便举个例啦 上次这个 怪兽与他们的产地 有一集最新的 叫邓布利多的秘密 这部电影 饰演格林戴华德的演员 他是很有名的演员嘛 米克森 他是丹麦人 那他在丹麦跟欧洲 取得成绩之后 近年来 也接到越来越多 英国或是美国之类的电影 尤其是好莱坞电影 像是《奇异博士》 007系列的 《星际大战外传》 《英帝安娜琼斯》 《命运转盘》 甚至是最近这个 怪兽与他们的产地 难道他会说 他的祖国是 美国是英国吗 因为啊 美国的市场 好莱坞的市场 给的钱 不知道是丹麦 国产电影的几十倍啊 你有看过他讲这个话吗 你有看过那些丹麦人说 OKOK你去 你去填美吧 然后你要支持 美国要统一丹麦 虽然美国没有要 统一丹麦啦 但美国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 是啊 他有这个实力 然后这个时候 还有一堆丹麦人在喷 你不要怪这个米克森啊 他认同大美国主义 那只能怪我们丹麦 人口红利少 怎么讲丹麦语的人也少 是吧 美国他强大了 所以我们要填美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你听这些多荒谬的理论啊 换到其他国家都非常正常 换在台湾的 哎就是台派的猎物啊 昨天我才跟一个 我采访过的中共前官员 在讲这件事情 他说为什么会有台湾人觉得在中国发展 中共可以让你政治归政治 影视归影视 体育归体育呢 他笑到无法自我 他说尤其是娱乐影视产业啊 中共是一个政治挂帅 且有绝对强制力的政府 根本就不存在政治政治 体育体育 音乐音乐 又不是说哦 民间反对 只是民间反对 政府不去强力执行 不好意思 就是他们的政府会强力去执行这种东西 不然为什么连在中国的街道上 穿日本和服都可以被公安 都可以被路人打 公安还可以帮你带回警察局 啊为什么呢 他说啊 这也是中共的套路 让台湾人去习惯这件事情之后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 台湾跟中国可能是一个国家 对吧 在用这个人口市场去洗脑你 哦 是因为台湾能力不够 所以人家去舔 不要怪别人 这个时候台湾人会因为 生活在民主自由习惯了 也会把中共想着是民主自由 所以呢 底线会移退再退 甚至你还会帮他找各种借口 你看 台湾市场太少了 所以人家去舔 不要怪别人 你看哦 在这个民众党崛起 尤其是柯文的宣布选总统之前 我们对于舔工的台湾人 包容没有现在这么大 甚至还可以反过来继续在赚台湾的钱 是吧 两边赚 三边赚 四边赚 但如果你是一个台派 不好意思 你就只能赚台湾 以前啊 他说 那个时代 甚至是连小草 都是讨厌这样的舔工台湾艺人 结果现在反而这些小草 为了反民进党政府 反而去帮舔工者说话 把自己的底线 一退再退 当然啦 林之草会说 他们自己也是反共的 反共不是民进党的专利 或是台派的专利 那你们为反共做了些什么 或是你帮助这个世界 认知中共了什么 你在国际上 无论这个影响力 是大 是小 你为台湾在国际上 出了多少的心力 当然啦 每个人能力有限 但问题是 你做了什么 更搞笑的是什么 墙内的小粉红 也不买账 吴康人表态 不到位 因为他虽然转发了 人民日报的 中共国庆宣言 但是他附上的文案是什么呢 锦绣中华 锦此 但我必须说啊 锦绣中华这个词啊 从去年前年 本来就不少台湾的艺人 就连部分的中国艺人 也会转发 明显是个模板 复制贴上 所以你看到了 小粉红的这个底线 也是一进再进 以前可以锦绣中华 不好意思 现在连锦绣中华 都不行了 必须写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七字尊严 而台湾省 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那反观台湾呢 在这个问题上的底线 是一退再退 因为在我们国内还有人是支持小粉红 中共那样 逼迫我们的底线 一对再退的立场 当然啦 中国的A股最近也短短的不到一两周的时间 涨了十几二十趴 让小粉红们高兴坏了 乐了 结果小粉红自己可能也没有买 他就拿这个呛 中国经济好转啦 飞涨啦 打脸台湾啦 好 我姑且论你这短短的一周内 打脸我们台湾了 那我们放脸这三四年 你不是被我们打脸了三四年吗 你反转个一个礼拜 然后是我们被打脸 那后面前三四年都不算 而你这么说不就代表中国经济 前几年确实大不如前吗 所以你说中国现在经济好转 你懂这个逻辑吗 而且你想一下 中共国最近这一两周发生了什么大事 有什么创新产业 有什么新的东西引进来了 所有外商扩大投资 或是有什么政策 让大家去把这个股市冲高 是什么的自由市场机能 导致你们的市场冲高的 你说不出来啊 因为这就是央行下去套的嘛 我不知道你们在乐什么 为什么大涨之后 抛售的人更多了呢 不继续等A股涨到4000点 5000点甚至6000点呢 协志平为了保 明年公布的数据 记录片好看 下猛要 而这个下猛要 也否定掉前几个月 李强总理说的 中国的经济 刚刚这个恢复嘛 顾本培远嘛 不能下猛要 这个政策说反就反 所以你们是傻了吗 细节我过几天会放出 我跟小翠石正财经 在Vegas拍摄的访谈影片 体制内的 他以前是这个体制内的 包含他现在很多家人 也是体制内的 他会提到中国A股的问题 还有中国经济的问题 过几天等我剪辑好 再打了你们 而哈林的前妻伊能静 还跑去参加中共国国庆晚宴 那比较奇葩的是 胡锦涛缺席 看来伊能静比胡锦涛更爱共产党啊 所以我跟你各位说 如果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那你也要做到像这条影片一样 到底是高级黑 反串还是真心的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怎么样说都行啊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条影片吧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其实你说得很到位 所以我说为什么像反串 高级黑也可以啊 是吧 有人可以脑成这样吗 而且我觉得你少了一句 你的护照必须是 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护照 对吧 你要带上这一点 你才会有流量高棚 包含台湾护照 我们接着继续带大家来看 美国迟早会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家手机录一下 我跟中英文说一遍 发到视频号抖音号 绝对一千万点击量 手机按照拍摄 准备啊 中英文对照 我是李洋 我坚信 只要中国教育长大 美国迟早会成为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嘛 这就是我说的高级黑 他到底是认真的还是高级黑 你说不清 在中国说话必须得阴阳怪气的 不然你可能会喝茶或是封好 你看他说的 中国如果教育OK 那就代表现在教育不OK OK的话美国就是咱们的 那就代表现在不是 而且咱们的教育也不OK 你要去分析一下 这个中国人在公开场合说话的 细节跟逻辑脉络是怎样 你说高级黑也OK 你说他这个符合正能量 他要让美国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OK这也对 所以这才是厉害的人啊 希望这个过去舔共的 包含这个小甜甜人 他说台湾因为没有中国这么好啊 包含言论自由那些 通通造谣都没有中国这么的好啊 所以中国是很厉害 很牛逼的国家 所以他必须得去 还有像这些台湾艺人 如果啦你们以后成家里 也必须让你们的孩子 是入中国急切 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哦 要搞清楚 然后让你们孩子 读习近平思想 大概红礼金 还有各种的这个 入党共青团造仙队 然后呢让你们的孩子 接受这条影片的教育 这个绝对是老师或是家长 要求小孩子去摆拍的 我也不怪小孩子 那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呢 希望这些舔共的台湾艺人 可以用自己的孩子 入籍去实践体验 给台湾人证明一下 今天影片到最后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我是189 下次见 拜